针对最高法院上诉庭的判决 刘承强、林瑞莲和毕丹兴发表声明说 将与律师一同研究判决 并就下一步行动征询意见 人民行动党市政理事会协调主席林某权说 这起事件让民众质疑 保护和服务居民的流程和机制 林某权在Facebook贴文说 新加坡人相信市政理事会将负责任的履行职责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破坏人民对整个制度的信任 他呼吁所有市政会继续检查工作流程 确保能尽全力为居民服务 国家发展部也对事件表示关切 并将提交有关赔偿的意见书 由于事件涉及公共资金 当局将密切关注事件 有分析师指出工人党还未走出困境 这次的裁决可谓类似诉讼奠定基础 有问题是论区负金调负金 对 Symante们要求负责任 他们要求负责任 我们要求负责任 他们要求负责任 没有负责任 会等于则负责任 而適合负责任 我们地请不吶警官 某檐 нас 这就应该有优惠 对比午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